爱多美的家人 这么多样都这么好用的情况下 我会选择跟大家分享两个产品 那第一个产品 它在韩国的直销行业单品当中 已经连续不是两年不是三年 而是连续五年都取得销售量 Top1的这个成绩 而且截止2020年9月为止 它已经突破了马币两亿的这个业绩 而且已经收出了超过100千盒 给所有爱家人们 那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产品呢 它就是我们的明星产品 Hamohim OK SoHamohim 可能有一些人 有一些朋友 他今天是第一次在荧幕前 看到认识这个产品 那有一些可能是已经吃着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 OK 可是有没有一个问号 有没有一个疑问就是 为什么这个产品是叫Hamohim呢 我曾经有一个伙伴问我 Anissa 这个Hamohim 是不是给男生吃的 因为Hamohim嘛 怎么它不可以叫Hamomi 或者叫Hamoh OK So今天就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大家的问号 那Hamohim 它其实是每一个字 都有它的意思 OK 但是今天我做了一点功课 就是给大家如何更加简单的去分享 这个Hamohim 更加容易记得 这个Hamohim的介绍 那大家记得 H-I-M Ham H首先就是代表着我们的Hamohim I就是代表着我们的ingredient OK M就是代表着我们的medical journals So首先我会先分享 先跟大家分享关于H Hamohim的含义 Hamohim它是经过八年的时间 相信大家有听到我们的玫瑰大师 阿Bong有分享到 KV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对不对 So在KV里面 有15个最顶尖的科学家 组成了一个生命科学团队 他们花了总共八年的时间 50亿韩币的投资 才成功的诞生出 这一款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在吃着的 这一个产品 Hamohim 那Hamohim的意思 首先 Hamohim代表着 Hamoglobin Hamoglobin也代表着我们的红血素 它的工作就是把氧气 输松到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让我们的身体每一颗细胞都充满了满满的氧气 那接下来的H呢 就是Hamoto-Piosys 造血功能 造血功能哦 我们大部分的人啊 身边都是有两种朋友 第一种哦 是 哎呦 蹲下去拿东西 站起来 他就会跟你讲 阿你事啊 我很晕哦 我不可以蹲下去拿东西 有没有 那第二种朋友就是哦 每天睡八个小时 但是 他的脸哦 是很苍白的 然后每天哦 都是睡不够的 那他们就非常需要这个造血功能 那接下来的I I Immune 那相信大家时常都会听到哦 免疫力抵抗力这些词对吗 但是Hemogym这个产品哦 它是比较在市场上哦 比较属于独一无二的一款产品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激活活化我们的免疫细胞 那首先呢 它是可以帮我们增加这个NK-Cell NK-Cell就代表着Natural Killer 自然杀手细胞 它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其中一个免疫细胞 那我给大家更加容易明白啦 今天我们在一个国家 国家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保安 是不是有这个警察 是不是有这个交通警察 甚至有军人 还有特种兵等等的对不对 那Hemogym哦 这个NK-Cell哦 它就是我们的飞虎队 特种兵 它会把你们都消灭掉 如果你们是坏人的话 OK 所以哦 在这个非常时期啦 我们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 OK 再接下来呢 它也经过FDA的认证哦 它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细胞因子 我们的Sysokine 那Sysokine呢 它是负责在我们的体内哦 是负责所有的细胞的运作 包括调整 包括维持等等的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immune OK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modulation 我们的M modulation modulation的意思就是调解 那调解 我时常讲Hemogymor 有非常重要的三个字 Balanced Immune Cell 调解我们的免疫细胞 那今天大家想象一下 你的面前有一个秤 OK 这个秤呢 如果今天它在你的身体哦 发现到你的免疫细胞过高的话 它就会 可能会有很多疾病会产生 因为其实很多的 有一些我们时常听到的疾病哦 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细胞过高而导臣的 有些是 可能我们有听过 就是这个牛皮腺 红斑狼藏症 关节炎 Architis 都是因为免疫细胞过高而导致而成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 Balanced的作用 把过高的这个免疫细胞 拉到去一个平衡的一个水平线 OK 那如果免疫细胞过低 相信大家我知道 不是一件好事 对吗 那免疫细胞过低的话 病毒啊 坏菌啊 是非常非常容易入侵我们的身体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Balanced的工作呢 就是负责帮你拉到去一个水平 平衡的一个水平线 所以这个就是Hermohim 简单又容易明白哦 它的整个名字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分享了H之后 记得刚才我所说的吗 我们HIM嘛 对不对 那I接下来呢 就要知道一下哦 到底这个Hermohim 有这样子的功效 这样子的功能 它是由什么ingredient做而成的 就是什么成分做而成的 就是我们的当归 串雄跟白勺 相信哦 很专业的人都知道 Anissa这个当归 串雄白勺 明明是四五汤的 这个成分 这个药材 为什么Kerry要用八年的时间 来研发而成哦 当然 她有她的道理 她也有她的故事 因为呢 当归哦 很多人都知道很好 但是同时很多人 一听到当归都很怕 为什么 因为当归是很热的 所以哦 尤其是我们身边 如果介绍到男生的朋友 他一看到当归 他就第一个就是退几步了 不是退一步 是退几步 你不要叫他一个月吃一次 一个月吃一次哦 他都很怕 何况是天天吃 对不对 那哦 我们知道当归 对人体是非常好的 但是 未必整个当归 对人体都有利 甚至如果我们每一天 去服用的话 它对人体是有一定的负担 还有哦 就是会导致我们的肝火旺盛 所以如果Anissa啦 是每一天都是当归的话啦 我觉得你们要离我远远的 OK 所以其实植物本身是好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物质 都对人体有利 包括有重金属啊 这个农药啊 生物点等等 这些毒性成分 是对人体没有利 不好的 OK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办呢 要怎样把这些 不好的物质去掉 我不可能今天哦 去一个杂货店 买一个copy filter 就割掉了的嘛 对不对 割掉了的嘛 对不对 所以哦 KV就经过了8年的研究 终于他们发现了 一个非常棒的技术 叫加码放射线技术 那这个加码放射线技术 就在一道光 非常强的光 会把这一个 当归的这一个物质哦 分开掉 所有的成分都会被分开掉 分开了之后 它会一个一个一个的 去做测试 测试了之后 它会只留下 对人体有利的成分 那对人体没有利的成分呢 就去掉 那哦 把人体有利的成分哦 留下来 结合 重新结合在一起 再形成一个 全新的复合物 就是我们今天哦 在这里的 这个hemohim 所以如果今天 你还有朋友来问你 Anissa 我是男人 可以吃当归吗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非常认真哦 非常深情地 看着他的眼睛 跟他讲 这个当归 已经不是你在外面 买到的当归 这个当归 是经过了高程度 萃取技术 才放在一起 拆开再放在一起的一个 新的一个复合物 所以绝对不一样 所以大家明白吗 所以那为什么 我们这样多种药材里面 这市场上 市场上 这么多种药材 我们要选择 用这三大药材来做 当归 串雄跟白嫂 那如果你们了解之后 你就会知道 hemohim 这三大药材 缺一不可 这三大药材 结合一起 就是一个 perfect match的 一个combination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当归这个成分 如果之前 你有跟婆婆 你的婆婆 或者是你的妈咪 去药材店 买当归的话 老板都会问你 小姐 你是要当归头 当归身 还是当归尾 对不对 那今天 当归头 当归身 当归尾 他们就像一个师父 有三个土地 虽然出自同一个场 但是三个都有 不一样的性格 ok 所以当归头 他就可以帮助补血 那当归尾 就是当归身 就是帮助养血 那当归尾 就是帮助破血 所以如果时常经痛 有雨血的人 都是需要这个 当归尾来帮助的 那如果你是 全身的问题 这样你就当归头 当归身 当归尾 全部都用 就对了 ok 所以我们都知道 当归本身是非常有 这个调气 补血的功效的 只是它也有 这个扩张血管的功效 那让我们全身的身体 这个血液流通 非常好 ok 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如果今天 安妮萨六点 上班回家 week day的时候 就是没有假期的时候 六点上班回家 大家觉得我驾这车 会不会塞在大马路上 塞在highway 这样塞这车 我的车会不会 走一下 动一下 走一下 动一下 走一下 停两下 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 如果我们的这个血管 也像我们的highway 这样阻塞 我们的血 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流通 那如果今天 那个当归 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的话 那很像有一个英雄 一个美少男 或者美少女 帮安妮萨来开路的话 我这个highway 是不是顺顺这样子过 那当归 就很像这个hero 这样子 就很像英雄 这样子 帮我在我的highway当中 在我血管的highway 当中开路 让我的血液 循环到更流通 所以如果你身边 有长辈是 时常腰酸 被痛的人 这个hemohem 是可以帮到他们的 OK 接下来 川雄 川雄 我们的第二个成分 是最出名 治头痛的 而且它同时也是 我们血中 最好的气药 那如果今天 你有血 但是你不够气 你怎样把你的 这个血 带到去你的身体的全身 是很难的 对不对 所以当归 跟川雄 配合起来 他们是好朋友 perfect match来的 OK 所以有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大家可以记起来 以后跟你们的朋友分享 就是我们做一个 预防胜与治疗的 一个动作 OK 这句话叫做 气通 血通 满面春风 气不通 血不通 就等着中风 那一人中风呢 全家就发疯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 预防 胜于治疗 所以 这个川雄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补气的 这个功效 OK 所以它同时 也有这个 去风止痛 去湿气的 这个功效 所以如果时常有脚痛 我相信我们身边 有一些长辈 都是时常 complain 他的脚痛的 对不对 所以 Hermohim 可以给他们 一个很棒的 这个改善 那接下来 另外一个 combination 我们第三个成分 也就是我们的 白勺 白勺的功能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肝脏 借肝火 我不知道在做 就是在荧幕前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我就遇到 很多这样子的情况 我的朋友 多数都是跟我 同一个年龄 就是二十多岁 三十岁左右 那这些朋友 时常我介绍 他们吃Hermohim之后 他们吃了 一个星期里面 他们肯定call我 问我 Anissa 这个Hermohim 不是可以 倒血的吗 不是 吃了会很精神的吗 为什么我吃了 很想睡觉 那我应该怎么办 OK 这个时候 你就要跟他讲 这样你就去睡 OK 所以为什么 通常 为什么会有 这样子的症状 原因是他们长期 就是没有休息够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 还年轻 年轻就是本钱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 这一个story 不是这一个故事 不管今天你是什么年龄 你都一定要 有足够的睡眠 很好的 良好的 这个生活的作息 OK 这个时候 它就需要时间 如果你的身体 是长期过劳 不够休息的话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时间 去休息 去睡觉 这样 Hermohim才可以 帮助你做一个 很好的 调理跟修复的功能 明白吗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 我至少这个Hermohim 很想睡觉 是不是这个Hermohim 有问题 你就要问它 是不是你平时 不够睡 OK 通常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就要去解决 他们的这个问题 OK 所以I 我们也分享完毕了 就是我们的 Ingredient H I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 M OK 为什么今天 Anissa可以 这样有信心 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产品 甚至 我的全家 我的妹妹 我的两个妹妹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爷爷奶奶 外婆 都在吃着 这个Hermohim 这个产品 为什么 我这么有信心 可以给他们吃 而且他们吃了之后 会每一天 来跟我拿 没有了 也会提早跟我讲 就是确保家里 是有这个Hermohim 因为我们一家大小 都要吃 OK 原因是 今天如果 我现在是在 法生的这个 Winham Hotel 如果今天 我不知道法生 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我是不是要去 搜索 要去找 这里有哪里 好吃的餐厅 去吃东西 对不对 这样我要去哪里搜索呢 我一定是去到 Mr.Google 或者Mr.Google 去找资料 对不对 哪一间餐厅是最好吃 哪里有最好吃的 这一个Nasi Lemak 哪里有最好吃的 这一个 这一个Roti Chanai 对不对 所以我搜索了之后 我就找到了 我要的答案 那如果今天 是科学家 药剂师 医生 或者营养师 他们要找资料的话 他们会去到哪里找 他们会去到一个网站 叫PubMed PUBMED 这个PubMed的网站 那刚刚在我三年前认识 Hermohim的时候 我有看过PubMed的这些文章 这些论文 医学论文 那时候总共只有13篇论文 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 非常的了不起 非常的厉害 因为这些都是医生 博士所写的论文 但是到今天为止 他总共已经有16篇论文 关于Hermohim这个产品 当中有包括 我们的呼吸管道 我们的这个肠胃 我们的这个卵巢 我们的抗肥胖 抗肿瘤 还有这个免疫力的 这个等等的 这个医学论文 那如果大家 想要更加详细的 去读这些论文 或者更加详细的知道 这个每一篇论文里面 是写什么 大家可以去到 这个PubMed的网站 在上面搜索Hermohim 你就可以有时间 去读每一篇论文 大家可以吗 OK 大家记得 HIM要怎样分享 对不对 Hermohim Ingredients 成分 跟这个Medical Journal 医学论文 OK 所以我想要 将好这个产品 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 Anissa 这个我可以吃吗 我的妈妈可以吃吗 我的孩子可以吃吗 对不对 所以在Hermohim 我们爱多美的 官方网站有讲到 建议饮用者 当中包括了运动员 家庭主妇 上班族 考生 还有老年人 OK 所以其实 是全部人都可以吃的 我可以说 市场上 就是 98%的人 都可以吃这个Hermohim 那什么人不可以吃呢 6岁以下的 不建议吃 怀着孕的 也不建议吃 那如果你真的 真的很想吃 怎样办呢 就需要去 咨询 医生专业的 这个建议 OK 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 除了刚才我所说的 那些要需要去 咨询专业意见的 这个就是我们Hermohim 适合的人群 OK 那接下来呢 Hermohim 从2009年 我们公司开业的时候 到今天 2020年 大家知道我们做了一个什么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吗 从2009年开始 一盒Hermohim 它只有区区的30包 就是说我一天吃两包的话 我一盒 我一个月是需要两盒的分量 就是这样子 一个月吃两包 可是从2009年到现在 2020年 连续11年来 我们的Hermohim 从30包 提升到去48包 到54包 到今天你看 一大盒 60包 有60包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可是 在这11年来 如果今天老板要起家 可以吗 可以对不对 我起一倍都不过分 对不对 因为我的那个数量已经起了一倍 但是 今天 很骄傲 很开心地告诉大家 爱多美就有这一个 加量不加价的 这个文化 从一开始的30包 到今天的60包 我们依然是卖着 一盒390块马币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购买一个掌声 OK 到这个时候 有人会问 为什么Anissa有两个价钱的Hermohim 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 一盒的价钱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四盒一套的价钱 到底有什么分别 除了如果你买 你买四盒 是便宜一点之外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如果今天 我有两锅汤 我想要煲汤 或者煲药材 我要开小火 还是开大火 它比较快滚 大家觉得 我一定是要开大火 让它快一点滚 对不对 所以我390块一盒 就代表着我们的小火 1420块四盒 就代表我们的大火 那大家想要快一点滚 还是慢一点滚 就取决于你们自己 但是我建议大家 就是现在如果你真的买大火 就是买这个四盒 你不要一个人吃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 带回去给你的父母 长辈 大家一起吃 因为现在这个非常时期 一定要除了照顾自己之外 也要照顾我们家人的免疫力 可以吗 OK 所以再来就是 我们的Helmo Him 就是也得到这个Hala Certificate 所以我们身边 如果有这个有族同胞 有这个马来同胞 他们想要服用 想要吃这个Helmo Him 也是可以安心地去吃 OK 所以今天这个Helmo Him 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大家记得H.I.M. 你就记得怎样去分享Helmo Him OK 所以今天我的主题 其实是免疫力 所以我分享了 第一个关于我们的 这个免疫力的免疫宝Helmo Him 之后啦 第二个产品 也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 其实最大的免疫器官 大家觉得是什么 是我们的肠道 对不对 是我们的肠道 是我们人体 最大的免疫器官 而且在里面 有差不多70%的 这个免疫细胞 都在里面 所以我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这个Probiotic Plus OK So 爱多美的Probiotic Plus 它是由12种益生菌组成的 那有吃过我们的Probiotic的人 都知道 我们的Probiotic是这样子的调状 而且是甜甜的 OK So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吃益生菌 大家知道吗 除了我们知道 我们的肠道是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 我们需要去保护它之外 其实我们的肠道当中 有很多的好菌跟坏菌 那你要怎样去有一个 很健康的肠道呢 第一首要条件 就是你一定要维持 你的肠道的平衡 那你维持了你肠道的平衡之后 你吃的营养 你吃的保健品 才可以更容易吸收 而且你不容易敏感 不容易卸肚子 不容易便秘 然后它从而也可以提升我们体内的免疫力 而且我们把Probiotic吃进肚子 就是这个益生菌进肚子之后 它会粘在我们的肠道 组成一个保护膜 这样就不会让那个坏菌 容易给它吸收进去 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吃一个益生菌 教大家怎样去分辨 简单的去分辨 我们要吃的免疫生菌 到底有没有帮助到 到底有没有功效 我们只需要看三个东西 第一个 它的菌种 它的Probiotic的Types OK 第二种 它的菌活量 它的Numbers of Probiotic 第三种 它的稳定性 这个Probiotic 到底它从韩国运到来马来西亚 到我的家 这样它还可以吃 它还是活着的 所以这三个东西 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可以吗 这时间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菌种 OK 帮大家做了一个 这个小小的research 这个调查 市场上 如果今天通常你去买到的 这个益生菌 通常只有四到五种好的菌 可是这个四到五种的好的菌 跟爱都美 Probiotic plus 十二种菌的这个价钱 是一样的 那如果今天 你要买一个Probiotic 是多过十种菌以上的话 它的价钱 是跟我们的Probiotic plus 有十二种菌的价钱 是高出一倍左右的 所以我们要当一个 sign bigger消费者之外 我们也要吃得健康 那为什么四到五种菌 跟十二种菌 我要选择十二种菌呢 是不是越多越好呢 当然是 因为我们的身体 会有各种各样的 不一样的情况 也有各种各样的食物 进到我们的身体 你不可能每一天 吃这一样的食物 对不对 今天如果我身边 有一个朋友 他泻肚子 吃错东西 不是很严重 泻肚子 可能就上个厕所十次 这样我就要送他 一包Probiotic 送他吃了之后 他一天他去捞腮十次了 他减少到去五次了 就是因为这个益生菌 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是长期有这个便秘问题 很难去排便的 这样我又给他吃益生菌 这样他又容易去排便了 这样会不会有一个问号 就是这个泻肚子的 吃了益生菌 就减少泻肚子 这个不能上厕所的 至少一生菌 可以上厕所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 就是需要不一样的菌 来解决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 12种菌 因为我们的身体体内 会有各种各样 不一样的反应 可以吗 所以第二个东西 我们要讲的就是 它的这一个 这个菌活量 它的菌活量 所以首先如果今天 你在外面你买到的 这个probiotic 你想要去买probiotic的话 我们都会跟你讲 外面的人都会跟你讲 今天你要买这个probiotic 你就需要买这个prebiotic 跟这个probiotic 所以你要吃好这个prebiotic 才可以吃probiotic 因为probiotic 它是微生物来的 微生物它是活的微生物 那如果它是活着的东西 你又没有给它吃饭的话 这样你吃下去的东西 是不是死掉了 就这个活的菌 是不是死掉了 就死的时候 你吃的一生菌 你只吃剩下一生菌的尸体 你觉得有功效吗 有帮助到吗 肯定是比较少的 对不对 所以probiotic 你不用担心 有prebiotic 要分开一起吃 我需不需要在外面 买这个prebiotic OK 今天跟大家讲 一个好消息 就是呢 Atomy的probiotic 里面 已经含有这个prebiotic的成分了 然后我们是用这个香蕉 苹果 腹盆子 这个草莓 柠檬 橘子 生姜 梅子果 等等去做的 这个prebiotic 就是这个prebiotic 不是给你吃的 它是给我们的活的 一生菌 这个微生物吃的 所以有一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遇过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我的朋友跟我讲 Anissa 我的阿公 是有糖尿病的 我们的这个prebiotic 甜甜的 它不是不可以吃 OK 今天大家要很清楚 一件事情 这个甜甜的 就是我们这几种水果 它不是给你吃的 不是给你阿公吃的 它是给你的一生菌 你的probiotic吃的 可以吗 所以糖尿病的人 可以不可以吃 可以 因为我们的prebiotic 是给probiotic吃 确保它从韩国 寄到来马来西亚 来到我们的家 我拿在手上的时候 又不小心跌在地上 又死了几次 但是它的prebiotic 是可以make sure 就是保存它的 这个活菌的 OK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这个菌的 这个probiotic plus的 稳定性 大家记得吗 所以我们要怎样去看 它的稳定性 probiotic plus atomic probiotic plus 你会看到 它有一个chop 叫probiocab 这个probiocab的 这个技术 它在英文是叫 Micro Encapsulation Technology 它是一个胶囊的技术 更简单来讲 就是它很像穿了 我们的这个一生菌 穿了这个防弹衣 就是不要被 所有的子弹攻击 然后它会保持它 保护它 去到去我们的肠胃 大肠才开始释放出来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专利 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专利 这个活菌 它是非常的 这个fragile的 非常的容易去 非常容易被消灭掉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被破灭掉的 OK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probiocab 去protect它之外呢 我们你要确保的 就是它不会被我们的胃酸 去攻击 不会被我们的胃酸 就是消灭掉 而它是会保护它 整粒东西 保护它从我们的喉咙 吞进去之后 到我们的这个胃酸 到我们的大肠 才释放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 probiocab的技术 所以如果你要吃一个 好的一生菌 你要去看 我们要看什么吗 就是要看我们的菌种 我们要看有没有 prebiotic 还有它的这个技术 到底可以不可以 确保它去到 我的肠才释放 而不是 就是我拿回来 就已经没有了 这样我吃尸体 一生菌的尸体 有什么用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probiotic 它是适合什么人吃呢 总结了三种人 第一种 小孩 第二种 大人 第三种 就是老年人 OK 所以基本来讲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 那为什么小孩需要 其实婴儿 如果他是自然产的话 他其实都已经在 摄取着 probiotic了的 就是他从他妈咪的 那个管道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吃着 这个probiotic 包括他喝母乳 也是在摄取着 这个probiotic OK 所以 小孩有没有遇到 很长的问题 就是非常挑食 所以这个probiotic 可以促进他们的食欲之外 还可以帮助他们 容易上厕所 OK 所以大人 为什么需要probiotic呢 我们18岁拿了 license 很厉害了 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可以自己驾车 出去吃火锅 今天吃一个火锅 明天吃一个 阿桑拉萨 后天吃一个 拿西勒 所以我们 吃了这样多东西 进我们的身体 我们从来没有 为我们的身体 考虑过 导致它消化 可能有一点慢 消化有一点负担 所以呢 这个probiotic 大人 就是我们的 岁数吃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我们 更容易消化 然后还有 维持我们的 这个肠胃的 这个健康 OK 那第三 就是老年人 为什么老年人 这样需要 因为当我们人 慢慢老化的时候 我们的岁数 越来越增长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 engine 是不是也会 老化 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 这个器官 也是不是会老化 这样老化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 很好的运作的时候 你就需要补充 益生菌 让它更容易去 这个蠕动 这样哦 你如果一个老年人 今天你给他吃一个 很多保健品 吃很多营养品 吃很多维生素 但是如果 它的engine 老化了 没有办法吸收 其实也没有帮助到 一个很大的 一个功效 但是 如果你有配合 益生菌 给它一起吃的话 就可以确保 它吃了营养 都可以被它的肠胃 吸收到 可以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Atomy的 Probiotic Plus 益生菌 那这个Probiotic Plus 它其实是 60包 两个月的量 而且非常适合于 懒惰的人 挑食的人 还有就是 没有时间的人 对不对 就非常适合于 现代人 因为这三个 通常都是 现代人的口头痰 懒惰啦 没有时间啦 我不喜欢吃啦 对不对 So Probiotic 你可以确保一个东西 它是甜甜 很好吃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介绍了 这样多人 没有一个人 是因为它的味道 而拒绝我的 OK 所以这个味道 是非常好吃的 那懒惰的人 为什么很适合呢 因为它是包装的 而且你不用掺水 就是它有一个 easy cut在这里 你直接撕掉 倒在嘴巴 立刻吃就可以了 而且它非常方便 如果你跟我讲 你没有时间 我只是教你放在你的 bag 你得空看到的时候 你再拿出来吃 你都跟我讲 没有时间的话 这样你的时间 是拿来干嘛的 对不对 健康就是我们的第一 对不对 没有健康 我们就没有了一切 所以呢 这个期间 这个非常时期 真的是建议大家 少一点出门 OK 所以这个ProBatic Plus 一盒 60包 是两个月的量 它的售价是 123块 马币 13000TV 这个你都可以 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去查询它的 这个价钱 OK 所以我的分享 就到此结束 那希望 在做的 在荧幕前的大家 我们减少出门 然后没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出门 然后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家人 足够的休息 然后少去人多的地方 那祝大家 身体健康 我的名字是Anissa 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